Marco,你記不記得你兩年前第一次對著鏡頭做採訪的心態是怎樣的? 嗯,第一次是我真的非常緊張,還緊張那些受訪者,當時是我真的不知所措 Lilia,你那時候又是怎樣的? 難道我當時NG幾十萬次又跟你說嗎? 嗯,那我們就真的要學一班先進新聞組的學員 他們今天做了一個電視特寫的採訪,無論是採訪還是被採訪的 在他們身上只會找到一份專業,不如我們一起去學一下吧 這一日是香港賽馬會130週年賽馬日 這麼高興的日子,怎麼少得我們? 不過一班先進新聞組的學員都不執書 在導師旦令之下,進行他們第一次的實地採訪 初初來到馬場,當然要四周參觀一下 左望望,右望望,你拍照,我寫稿 為的都是盡力付出做好自己的本分 當日學員就進行錄影,訪問馬會高級跑道經理葉柏忠先生 和公司業務策劃及項目管理總監梁桂方女士 我們在課堂上上了七堂,學了一些基本採訪的知識 寫文章的知識 直到這一刻,阿sir叫我們去做這件工作的時候 我都是自己矇頭的 他叫我準備嗎?準備嗎?我們盡自己能力準備 但準備了之後,來到這一刻,到現場上課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可以將老師平時教的東西 連貫起來,知道到底是怎樣用 在什麼關係 雅雲第一次拿什麼的時候都很緊張 但當他投入了訪問之後 一切緊張的心情都被忘記了 全神貫注地問葉柏忠先生 他亦非常感謝導師的教導 和同組學員的支持 看見這班學員這麼認真和投入的態度 作為客席導師的前例兒 雖然是第一次和學員接觸 但都對他們讚不絕口 我第一印象是非常好 因為那班學姐姐 我覺得他們很積極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我聽到知道他們要訪問葉柏忠先生的時候 他已經上網找了很多資料 亦準備了很多的題目去問葉先生 我覺得他們的準備非常充足 我很欣賞 有導師的稱讚和鼓勵 學員就會更加有動力 來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做好功課是時候輕鬆一下 大家都去到馬會會員商訪參觀展覽 咦?看來電子產品多受他們歡迎 看看他們玩得多投入 最後來一張大合照 為他們充滿挑戰性的第一次畫上完美的句號 對他們來說 付出再多都不及收穫的多 不要以為這些電子科技只不過是年輕人的玩意 其實一班老友的都可以玩得很出色 沒錯 就好像一班先進新聞組的學員那樣 只要他們肯學肯問肯認真去做的話 其實絕對不會輸蝕給我們 正所謂有心未怕辭 那真的不能小看他們 不過說實話 為何這件事我玩來玩去都玩得不好 明明看到他們玩得很出色 這些高智商的遊戲都是不適合你玩的 很漂亮 世界規矩 有你在這裡 勇氣的依據 是你作頭盾去面對